來看到美國說對台灣堅若磐石 但是最新的民調出來真的是很打臉了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說 透過了網絡民調對於台灣人分析 35.47的台灣人對於美國防禦是有信心 很低喔 64.53不認為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 好說到出兵協防台灣 一定要提到中國大陸軍事的武器跟底氣 現在呢兩棲作戰真的是引發大家的關注 中國大陸做了非常多的兩棲的一些登陸件 我們先看看最引發西方討論度最高 就是076可以搭載大量的隱身無人機 另外呢可以跟航母聯合的作戰 它就是介於呢 攻擊艦跟大型航母之間的新型的作戰艦 好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引發討論 上海滬東造船廠就出現了電磁彈射的這個裝備 就說是076 因此呢外媒還說它就是閃電航母 因為呢很像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而且替代代價高昂的核動力航母 然後呢它大概是5萬噸左右 可以放什麼武器呢 攻擊11 岸艦這些無人機可以放上去 另外呢它有呢還可以直10 直20跟直18 這些也都可以放上去這一個 好076 好不只是076對台灣影響最大的 目前因為075就已經造出來了嘛 075有三艘 其實包括了海南 廣西跟安徽艦 這就有三艘 那更別說之前比較老舊型的 有071跟072 他們排血量2.5萬噸跟3000多噸 那當然跟075是不能相比的 想問一下張軍 我想這個從1996那個時候飛彈危機 那個時候我們看解放軍的登陸 陸戰隊的只有1萬2千多人 而且都是老式的那個傳統的登陸艦 那個就對台灣的海灘作戰來講威脅不大 但靠近這30年呢 將近29年 今天它發展的這個陸戰隊跟兩棲登陸作戰 是完全不一樣的裝備 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裝備就有完全不一樣的打法 我當年在陸總部的時候就針對這個解放軍登陸 因為登陸作戰就是台灣生死存亡的一戰 前面那個空中攻勢 海上海憂奪取了 那都是前奏取了 那決定台灣的存亡就是登陸 所以我們對這個反登陸不能不做援究 今天剛剛佳元已經介紹了幾款新的東西 你像它最後出來的076 就等於是登陸部隊的航母 登陸部隊的航母 登陸部隊的航母 這條船呢 它在作戰的時候不會很靠近台灣 它已經在很遠 就有一個跛地在很遠 但是它帶的東西呢 就是跟美國那個輕航母 閃電航母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將近5萬噸級的這個大船呢 它攜帶的除了補足航母的 艦載機不足以外 它帶很多直升機 帶很多無人機 是 換句話說 除了傳統的空中攻擊以外 它對登陸部隊又做了很大的火力資源 空中資源 所以這條船出來 我們看一下 076 076 它這個所有老共的黑客機都用上 黑客機 包含它的電磁彈射裝備 因為有了電磁彈射裝備 在這個輕的航母就是076 什麼飛機都可以放啊 對啊 重的 輕的 1016 1035都可以起飛 那麼還可以帶很多的無人機 好 那我們想這條船它幹什麼任務呢 因為犯台作戰呢 它一定是先用無人機火箭炮 火箭彈 導彈 把登陸地區所有的雷達炮軍陣地 這個愛國者陣地 防空陣地 反艦飛彈的陣地都給你炸來 那空幽被奪取 海幽被奪取 才會展開登陸部隊 那登陸部隊他為了加強他的火力呢 他又把076拿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一看啊 我們先了解一下 那今天解放軍的陸戰隊到底有多大 我們作為一個統計啊 這是將軍自己統計的 我自己統計 就是說他總兵力大概有4萬多人 4萬多人 那麼編制了有7個陸戰隊的旅 它每個旅呢 是兩個重裝合成營 所謂重裝合成營就是這個登陸艦隊裡面 這個營裡面已經有重型的坦克跟火炮 這個綜合編組 那一個輕裝合成營 輕裝合成營就是那個輕甲車的 就是機動力快 這個速度快 但是這個火力也不錯 那最重要的是還有一樣東西 就改變了整個登陸作戰的形態 有一個叫做空中突擊 OK 空中突擊營幹什麼用的呢 他就說水面上的船還沒有到的錢 他用武裝直升機跟運兵直升機 把一個營運到你敵人的後方 譬如說他要截斷你真援部隊的橋樑 或截斷你的退路 或者是阻止你這個重要的戰略地點 他就先佔領 那這樣的話就把攤頭作戰 就比較容易了 然後他加起來已經四個營了 另外三個營就是炮兵營 防空營 還有一個後勤資源營 這些都是登陸作戰裡面 所需要的資源部隊 那我們看一看 這個七個旅四萬多人 他這個七個旅的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個叫建立攤頭陣地 什麼叫攤頭陣地呢 登陸作戰它必須有橫寬幾十公里 眾生十八公里的一個回旋空間 這個空間叫做攤頭 攤頭佔領了一個開放了台灣的一個口子了 那攤頭陣地建立以後 他的後勤資源就上了攤岸了 為什麼有十八公里眾生呢 免得受對方炮兵的干擾 那還有一個任務呢 他同時建立攤頭以外 他可能要突擊開放一個港口 或奪取一個機場 離應外合陸空海 海陸空三區都上來了 這就是這七個旅的任務 那為了要支持這七個旅呢 他有多少船 我們看一下 他應該有這個07 072 07 07 072 36 36條 對 每條就是比較老一點的船 可以上一個陸戰隊連 那換句話有36個連 然後呢 這個071 071 它是十條 075 三條 是 076 一條 那這個可以輸送七個旅 七個旅裡面 還帶的有多少呢 這個氣墊船 氣墊船呢 加起來可以帶49條 是 你們看過以前介紹的野牛氣墊船 對 一個氣墊船可以裝一部重戰車 或者兩部中型戰車 還帶陸戰隊的兵80個人 換句話說 這49個野牛士啊 一次就上來 將近80到90部中型坦克 對 或者是部隊 那這個氣墊船就在 可以跨越雷區 直接從沙灘衝上來 對 它在陸地上還可以走一段路 是 這個就是它突擊作戰 最有力的突擊武器 將軍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美國啊 叫我們買布雷車啊 什麼北中南都要布雷 這個他們會有些嚇阻嗎 那布雷車我們等會談 OK 因為火山系統的雷啊 等一會我們再講 它在這個戰場裡面 有什麼作用 OK 因為氣墊船根本不受 對地雷的影響 因為地雷是要有很重的東西 壓上去 沒錯 氣墊船只是空氣壓下來 就是意思就是 你布那些東西 對它來講沒有用 對它講沒有用 但是這個氣墊船完了 我們還要看一樣東西 很關鍵的 就是直升機 直升機它這一次帶多少來呢 150架 150架直升機的意義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武裝直升機 專門打坦克的 對 那麼通常我們台灣也買了Apache 那一個武裝直升機 可以帶16枚反戰車飛彈 反戰車飛彈的命中率 都帶90%以上 90%以上 對 那幾乎都是 所以這150架直升機 如何分配呢 它必須用很多的直升機 在登陸部隊還沒有上岸之前呢 它建立一個低空的防護網 這個就是說 登陸部隊最怕的是什麼呢 最怕的是我們的裝甲部隊 來反擊嘛 因為 你看我們看羅曼蒂登陸作戰 德國人的裝甲部隊 就是因為希特勒還沒睡醒 沒有及時趕到戰場 對 所以美軍很成功地佔領了攤頭 解放軍也是一樣 他很擔心台灣的這個 裝甲旅的反擊 機部旅的裝甲旅 因為登陸部隊 最嚴重遭受打擊的是 對方的裝甲部隊 那克制裝甲部隊的呢 就武裝直升機 這不是我口說 你看看這個波灣戰爭裡面 美國的武裝直升機 對海山的裝甲部隊 造成殲滅性的一個打擊 所以這個現在的登陸作戰呢 不是水面的 不是地面的 還包含低空的 低空的這個武裝直升機 它這150架裡面 還有很多是重裝的 重型的 起重的這個直升機 是 這個直升機幹什麼呢 它可以帶火炮上來 它也可以帶兵上來 就是美國叫做空中機動部隊 對 空中機動部隊用在哪裡呢 譬如說 它今天打足為海灘 一定要同時拿下來 桃園國際機場 那桃園國際機場 可能先下來的是閃兵 但是閃兵的裝備不夠多 閃兵 因為它打機場的時候 一定是把機場周邊的 防空武器炸爛了 對 反擊部隊也跟你打得差不多 武裝直升機器盯在上面 你有任何反擊的機甲部隊 它就摧毀 這個空中突擊已經可以下來 占領機場 占領機場就是開放的機場 是 後面陸續不斷的空中 機降也好 垂降 垂降就是從直升機下面垂下來 機降是運兵機下來 所以它登陸作戰 這邊在足為搞這個兩棲登陸 桃園機場就可以做 等於是把我們的機場變成他們的機場了 對 但當然沒那麼快 對 因為奪取機場要鞏固 一定 機場重要嘛 我們一定會優先反擊 所以它要鞏固 它的突擊營就幹這個事情 突擊營還可以幹什麼 北上支援的道路橋樑 它設立一個卡的點 OK 組援 所以你看 它這四萬人七個旅 一百五十架直升機 再加上它這個 零七六這個輕航母 帶來這麼多無人機 帶這麼多作戰的飛機 所以它的火力遠比當年 當年是單純的水面到灘頭的燈 那不一樣 現在這個東西 尤其是我擔心的是什麼呢 它也知道 台北周邊是防禦力最強的 它認為它的觀念打蛇打頭 數戰數決 它一定是選在北部 是 它選南部 我們還可以調兵遣將 可以打時間久一點 北部是我們一定要固守的 所以我們面對今天 解放軍這種威脅 就要想它是怎麼攻的 對不對 對付氣電船要怎麼辦 對付武裝直升機要怎麼辦 對付這個空中突擊營要怎麼辦 你才能確保北部的安全 所以今天我們在看 它目前四萬多人的這個陸戰隊 已經可以開闢一個重大的攤頭 絕對綽綽有餘 那麼它還有兩樣東西正在做 一個是076它是做一條嗎 應該不會喔 還有它有武庫艦 武庫艦是什麼想法呢 就是把陸地上的火箭炮放到船上 OK 炮兵也可以放到船上 它就變成船上帶了一個近距離的 中短距離的火箭 做全面性的火力覆蓋 這樣的話它的登陸部隊的火力更強 是 所以以前我們看 以前登陸是陸戰隊為主 現在我看它的編制裡面 什麼重裝合成營 輕裝合成營 它用的都是兩區戰車 所以它的陸戰隊裡面 真正的步兵就不多了 所以上來的都是可以隨便走 陸地也可以走 那前面有一陣子 綠媒也在講 我們在台北周邊的海岸 有很多防波塊 消波塊 消波塊 你想想我們以前的兩區偵察 已經幹什麼事了 它前一天晚上來 就把這些消波塊 它可以爆破 它的艦炮也可以轟擊這個 對 空中也可以炸射這個東西 最後 它的這個兩區登陸的這個炮車 就上來了 都有直接就可以摧毀 它加上氣電船 你只要那個大塊的防波塊 打碎以後 氣電船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面臨以前比較 幾個可靠的手段了 現在必須要改權預測去想 不能靠以前那種 對付裝備很簡單 人數不多的 解放軍的登陸部隊 去做反響定 換句話說 以後我們的漢光演習 就要針對 解放軍這種新的強大的壓力 比如說我怎麼樣還能保持 雷達部被完全打下 我的反艦飛彈如何隱藏在地下 到了節固眼的時候 因為 才能用 老公他一定是空中 導彈火箭 他認為掃清了 他才會派登陸艦 對 以前我在你們節目講 是跨海作戰 因為剛開始都是沒有看過登陸部隊的 那一定是海憂空憂都掌握了 才有登陸部隊 而且這個登陸部隊 也許我們藏了有一些 老公也會算 他可以承受的損失之內 他就發動 哪有打仗自己不死人的呢 哪有不犧牲的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雙方在算 我能夠還能達到怎麼樣句子 因為 解放軍最脆弱的時候 就是在大型的登陸艇上面 大型的登陸船上面 你把它幹掉了 那一船上千人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能夠隱藏 而且保全這個實力 讓他不敢登陸 對 對不對 那老公也是算 我能消滅你多少這種力量 是 我才發動登陸作戰 因為你狂轟濫炸 沒有辦法統一武統台灣 你頂多是老不信 接受很多轟炸 那作戰反抗的意志更高 那你遲遲拿不下來 台灣的作戰的意志會提升 而且你沒辦法登陸 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很值得國軍做好好的研究 對 真的很值得研究 但是呢 將軍剛才講的這些就是說 怎麼呢 讓中國大陸這些登陸艇呢 沒有辦法靠近台灣 這是先決要件吧 但是美國賣給我們的武器 看起來就不是要貪案嘛 而是要叫我們在境內 要自己要防守啊 所以才會叫我們什麼呢 叫買這個布雷車啊 然後買的這些 就算拜登現在給我們 再多了一筆的軍購 但是看起來跟將軍剛剛講的 怎麼把他擋在外面 所以就不一樣嘛 所以今天這個 我感覺到悲哀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罵 這個火山布雷車啊 四四五一啊 花錢小事 對啊 我最擔心就是 台灣的戰略自主性 被美國活生生的掐掉了 就是說我們會 根據我們的利益 我們的算盤做最好的投資 結果我們要的你不給 為什麼我很譴責這次軍購案呢 我們等會談火山啊 所以 反擊灘頭作戰裡面 最重要是坦克車火炮 你現在長城的火炮 使他的灘頭就需要擴得更大 那有突入的坦克車進去呢 就可以打他登陸的輕坦克 中型坦克 坦克面對面的時候很現實的 美國要把台灣呼克蘭化 右大陸打台灣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個力量 Arab餐廳 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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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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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